众所周知 惊童玉女董结和潘月明离婚的时候 闹得沸沸扬扬 具体因为什么原因 导致两人形同陌路并没有官方消息 但无可争议的是 董结和潘月明两人在这场失败的婚姻中 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2012年董结漫天的绯闻已经变传 特别是有圈内人曝光董结出轨了王大志 外界的舆论四起 也是那年的10月 董结背后的公关团队声明两人已分手 一纸声明书在网上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一让潘月明一下子措手不及 虽然他已经慢慢开始意识到了点什么 但是当时一点防备都没 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快 正如他说过的一样 自己很多事做得很草率 一路走来也是活该 你都没懂生活 生活就必须给你来两下 这份声明彻底让潘月明背上了骂名 声明中称潘月明试度诚信 粗暴无敌 董结因此和他分手 甚至指责潘月明找记者跟拍董结 甚至之后董结还出现在公众面前 哭得伤心欲绝 让全国人大骂潘月明无耻 舆论一边倒 潘月明特别的无敌 他很无助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在微博上回应一句 我什么都没做 我还在等 因为我爱孩子 爱这个家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国民第一狗仔卓伟就看不下去了 卓伟曾说过 这辈子他唯一扒不出黑料的就是胡歌 现在还有个潘月明 也许是看不惯董结工作室的作风 他竟然跟了董结和王大志五个月之久 拍下来他们两人积稳的画面 报道一出 外界一片哗然 董结的郁腻形象也随之崩塌 适度成绩 欠债这些 也都是董结泼给潘月明的脏水 因为他知道 潘月明的恶性 即便是背负再多的骂名 也不会在外界抹黑自己 说自己半句坏话 因为他珍惜这个家庭 正是因为潘月明这个软肋 才让董结可以这样在媒体面前肆无忌惮 那么事件背后又有怎样的隐情呢 接下来就让郭憨憨带大家一一揭晓 第一 潘月明和董结为什么会结婚 第二 面对董结的恶言陷害 潘月明为何闭口不言 第三 董结究竟为什么会出轨王大志 那么潘月明和董结为什么会结婚 因为爱情 才子和家人的相配 潘月明的父母都是公务员 家境颇为英诗 姥姥是在梨园学系的 虽然从小热衷艺术的潘月明 最终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但是毕业后 好运就找上了潘月明 本想找工作去剧组打砸的他 被导演陆学长看中了 让他当了非常下智的男主学 就这样 峰回路转 潘月明还是做了演员 而且这第一个戏就让他拿了奖 接着第二部戏情不自禁 获得了金鸡甲批名 他略带文艺而忧郁的气质 很多导演在看到他的那一刻 脑子里就能为他构造出一出戏 那个时候的他 观众也特别的喜欢 最受欢迎男演员 白面书生 少女心中的白月光 如此多的称呼 让潘月明的事业顺风顺水 2006年 潘月明这年32岁 是他在经受人生打击前最红那一年 红一访 他饰演天云 抱着人昌的尸体嘶声痛哭 一对好兄弟 在经历了恩怨情仇 风风雨雨之后 依旧能如此惺惺相惜 一句天云 做你的兄弟 真好让人善然累下 这部剧让人感动于兄弟情深 也让潘月明与董洁 情定于此 反观董洁 2000年便与谢霆锋 牵手上春晚 演唱今生共相伴 之后受到无数人关注 很多电视台都邀请他去表演节目 这一年也让他受到了张艺谋的点播 成为幸福时光的女主角 盲女无影 让他拿下华表新人 华语传媒最佳女演员 董洁属于开局拿一副好牌 还打出了不错的气势 在2003年金粉世家中 饰演内柔外纲 独立自主的寒门书香之女 冷清秋 剧中她脸小而精致 骨相平缓 五官比利好 柔和温婉 楚楚动人 颇有一种小雨过后 步履轻盈 撑伞走在路上的江南女嘴 她的冷清秋之后 再让人也想不出 还有谁能够演这个角色 就这样 二人都处于当时事业的最巅峰时期 在事业上 势均力敌的二人 也在红衣法不起而遇 一时间郎才女貌 才子一家人 两人就这样相爱了 那么面对董捷的恶言陷害 潘月明为何闭口不言 首先性格温润 潘月明天生就是不爱张扬 任何事都自己去消化 去承受的作风 当被记者问及以前的王氏 引导他痛苦的时候 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苦 当他被网络暴力的时候 他说的最多的是 之前的形象不好了 是我伤害了大家 他最不愿意做的就是解释 他觉得懂他的人自然懂 气场相合的人最终也会聚在一起 他不愿意将自己的负能量 传递给别人 总是一个人去消化 出生在一个严肃慈慕的环境下 他骨子里是骄傲的 他将温和宽容与爱 给这个世界 将尖锐和自省留给自己 他始终相信因果不复 如此大的打击面前 依旧向阳而生 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被前妻污蔑 甚至被其经纪人泼脏水的时候 他也没有出面 说一句懂结的不是 然后他还爱他的孩子 潘月明是个家庭主义 非常重的人 他珍惜自己的家庭 爱自己的孩子 就算在被伤害之后 仍然不愿意用同样的方式 对待回去 更多的时候选择逃避 来维持那些体面 所以你所经历的 其实对他而言也是一种经历 你在穷手 虽然他现在还不懂 对我现在什么都不敢讲 我只希望能够更多的来人 任务自己对生活和工作的 你做好了他就看得到 那么董洁究竟为什么会出轨王大志 首先性格不同 追求不同 潘月明有着北京孩子的个性 喜欢安逸 除了皮还很纯 毕竟自己的人生之前一直特别顺 一直都是不争不抢 随遇而安的状态 对于拍戏 潘月明也是觉得 来戏就接戏 不来爱去哪去哪 反正钱能赚就行 没太大的追求 这种状态 说好听是随遇而安 说不好听就是没有上进心 不思进取 反观董洁 孩子出生后 对于生活董洁有了更大的追求 而且在媒体面前 他一直都是一个虎妈的角色 而潘月明则是猫霸 在物质追求上 董洁比潘月明要大得多 即便是后面二人离婚 心高气傲的董洁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都说我与孩子过得很好 言外之意 并不需要潘月明的帮助 如此两人性格不合的人 自然而然少不着摩擦 人无所不能 然后 你就非常坚强的一个妈妈 就是你各身有点倔倦 是吧 然后 希望是能做到最好 我比较倔也比较乐观 我觉得就这一两点的话 其次遭遇变故 2009年 董洁仅仅因为生孩子休息了一年 之后便有重新营变 星途之路丝毫没受影响 而潘月明在这一年却遇到了车祸 当场就不省人事 甚至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在休养了好长一段时间 潘月明才慢慢好起来 赏识减轻 身体情况好转的时候 潘月明压根没把车祸当回事 之后 他便很少接戏 但是这样的态度 让当时的董洁未必能接受 然后遇到新婚 2010年 董洁产后复出 这一年 他街拍了《请你原谅我》 这部剧中 他认识了王大志 有人说出轨是蓄谋已久的 王大志是个什么样的人 估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车 有人用360度无死角的丑形容王大志 郭憨憨看来说法有点过了 但是他的长相 真的是那种不想看第二眼的那种人 可是丑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发挥 如果说王大志是一个没本事的人 郭憨憨肯定是不答应的 《士兵突袭》中 扮演男一号王宝强的哥哥徐二和 王大志的演技可以说相当不错 一个能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演员 比起那些鲜肉明星来说 王大志还是充分地利用了独有的特色绝技的 演技只是王大志第一本事 第二本事那就是情上高嘴巴甜 或许你可能不知道 王大志追女性那可是相当有一手的 王大志对于女人可以说既温柔又体贴 对感情更是相当豁达想的开 但凡喜欢了就毫不犹豫地尝试追求 追上了是意外惊喜 追不上依然可以做朋友 果不其然董洁也没有逃脱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才会出轨王大志 郭汉汉看来感情的真谛在于无求 爱一个人并不是要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利益 你爱一个人 愿意对他好 因为你觉得很快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批评这是个无情的时代 因为每个人在付出感情的同时 就像在做生意一样 我们去爱一个人时 喜欢先去确定他是不是爱我 若他不爱我 我就不要爱他 但是对方也会有如此想法 因此两人只好空等着美好的日子平白溜过 爱是信任 是包容 是理解 唯独不是要求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希望小伙伴们收听愉快 咱们下期再见